各位好 今天我們來試一下iPadOS一個新的功能 就是藍牙滑鼠的支援 我們在用藍牙滑鼠之前 有一點要注意的是 我們首先要開啟了輔助使用的觸控 一個叫做輔助觸控的功能 這個其實是有很多人不想空不停壞所以會用的 就是這個表表 但這個對於Bounce之餘都有用的 我們先試一下配合了一隻Bounce 我們這次用的是Logicite G603 開啟了桌子 接著Advertise Advertise 這個就對了 這個就正確了 我們可以配合一下 我們就立刻翻訪 哇 立刻有支Bounce就出來了 我們看一下 因為這支是電競Bounce 那支Solution比較高就很快 我們就可以按一按改那支Solution 這支就在iPad上就開始好用了 我們試一下 我們可以按照樣的Dread去召回Today Mew出來 或者是搬去其他頁 都可以的 那樣的 或者我們試一下鼻毛 試一下打字 我們打一下 可以用它 我們可以試一下 看看會不會是HIGHLIGHT 當是普通Mouse 可以移動 這樣 可以移動 Double Click 它HIGHLIGHT 就可以用它描述一些字 都算是方便的 Double Click 就是HIGHLIGHT 字 Double Click 接著 LINE 就是HIGHLIGHT 很方便 另外我們又看看可不可以 其實它還有一個功能 可以當作這個 LINE 都可以用到 首先我們回到HOME menu 完全不用按 HOME不合 Write Click 就可以了 這樣呢 我們去看看 網站 我們可以看到 一樣可以用一個LINE LINE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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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去看看 看下 網站 這樣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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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這樣子 一直輤下去 如果你按那個LINE 按那個按鈕 就會分回HOME方面 那這個按鈕 就等於HOME 這個按鈕 這樣 今次的測試就是多